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通的百米长的土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这里带给中国考古界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震撼 1972年5月 这里出土了一件罕见的青铜大鼎 大鱼鼎 鼎高77厘米 重78.5公斤 鼎内刻有四行28字名文 此顶一经出土 立即引起了当时考古界的轰动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 特意将顶上的名文踏片继续研究 1985年8月 这里出土了一套十八件西州时期的青铜鞭钟 鞭钟造型精美 敲击时仍能发出悦耳的声音 其实早在1954年 杨家村就出土了四件州城王时期的青铜酒器 方尊和鞠尊 其中由于马鞠状的鞠尊最为珍贵 它那举世无双的造型成为了周朝早期青铜器的代表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杨家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的被人们提起 伴随着每一次青铜器的出现 国宝出土的故事一次比一次传奇 2003年1月19日 杨家村村民王明贤 王明索 王拉前 王秦宁 张秦辉五个农民到村后的崖上去 下午四点多钟 王拉前一蹶都下去 土崖上出现了一个拳头大的洞口 几个人好奇 趴下去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借着太阳的光线 一堆黑乎乎的东西 散着绿光 他们马上意识到 挖到榜了 怎么办 五个人商量后决定 留四个人看守 让王明贤赶回家去打电话 王明贤把电话 打到宝鸡市文物局 下午六点左右 梅县文化馆的刘怀军等人 赶到了杨家村 借着拳头大的洞口 刘怀军看了一下里面的青铜器 一边给线上和市上报告 一边叫人接着往下挖 洞口越挖越大 青铜器越露越多 刘怀军心里通通直跳 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正要继续把洞口扩大 无意中的一瞥 让他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此时 刘怀军几个人的身后 已经聚集了大批围观的群众 谁也不知道 这些人中有没有那些不怀好意的文物贩子 现场考古队员只有两三个人 一旦发生哄抢 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在夜外 没有任何照明设施 面对上百名不知鄙息的围观群动 刘怀军他们心里发了慌 就在这紧要关头 村民王宁贤等五位村民 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们从村里找来了一个电压逆变器 发动了拖拉机 通过逆变器把拖拉机产生的电压升到二百二十伏点亮的灯泡 顿时 现场明亮了前 围观群众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 晚上八点多 宝鸡市文物局局长张润堂带领考古队队长刘军社等人赶到了现场 考古人员不敢停留 连夜将文物运到煤线文化馆 一月二十四日 这批青铜器又被送往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二十八日 就在文物出土后的第九天 国家夏商周缓带工程首席专家 李学勤 李伯迁 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大进 极非宝鸡 连夜对二十七件青铜器进行建立 最后全部青铜器清理完毕 总字数达四千零四十八字的明文 才是这批青铜器最具价值的地方 有人说 青铜器上的明文一字万金 虽说这样的说法并无多少科学依据 但也说明了青铜明文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 在中南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 周王朝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记录文明的 自建青铜重器上字数的总和为一千二百五十八字 而这次杨家村较藏青铜器上的明文 从字数则超过了四千字 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 近三千年前西州王朝的历史 无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的史料 更为珍贵的是 在这批青铜器明文最多的来盘上 刻有三百七十二字的明文 这些明文涉及周文王和西州王朝十二位王中的十一位 明文记录的历史贯通整个州朝 跨度达二百多年 不仅印证了史记中司马迁所记录的西州历史 以及其他一些历史资料 还解决了考古学家多年争论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福峰呢 曾经发现一个著名的情况叫史强盘 关于史强盘里面 关于周昭王南征的这个故事 由于那个文字古傲 就有不同理解了 有人说呢 那是一丝战争 有人说呢 那是一种和平的一种这个寻刑 他是去这个作为周王当中去视察去了 是吧 那么究竟是一种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盘里就说得很清楚了 他是叫做扑发处境 那么他是一次难争 是一次战争 那么这点呢 就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争论问题 这27件青铜器分别注于周勋王42年和43年 非常珍贵 他是本世纪初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 一千多年前的传奇墓葬 全国仅此一见的墓雕琵琶出土 谁才是这件乐器的主人呢 弹奏千古乐音的公主 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